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陀所在的地方 那一幕就是那么美 所以我把这个地方叫做大花园 生命的花园 我们都是花园里头的一朵花 不管你是什么花 你路边的小白花也可以 小红花也不要紧 你只要灿烂 知道吗 尽情的开放就好了 你不要比人家是牡丹花 人家玫瑰花 人家薔薇花 你是什么花 对不对 你只要是花就好 你就把它开花嘛 对不对 你不要看那个小花 小花比较自在 你不要看那个大花 等一下咔嚓 又跑到这里来了 你看 那小花人家不理你 你也好自在啊 他来到这里 你看他都灾难嘛 等一下这里被剪 等一下那里被剪 等一下插这里 等一下插那里 他自己多不自在啊 而且本来可以开一个月 所以现在剪在这里一个礼拜就丢到垃圾桶去了 生命就像一朵花 你要尽情开放 但是呢 你要记得 你不会妨碍别人 你的尽情不会妨碍别人 当你的尽情妨碍到别人的时候 你就要留意啦 就要留意 你有挫折 所以这个地方就族群公约跟生命空间之间 要取得一种平衡 这是我们学佛人的一个大前提 你要抓住这种前提啊 其实要解脱就快了 就快了 那问题是你的生命空间要多少你不知道 族群公约要如何遵守你也不知道 那就是五大人格性有问题啦 对不对 这回过头来就是资粮道的部分嘛 那这个部分呢是讲整个背景 这个地藏经首先帮我们展开的 其实每部经典都有 生命的大发源 基本架构给你布起来 那么再来就要讲里面的 主角逐渐要上台啦 主角要出现啦 所以首先你看 偶死就那个时候 就在那大发源里的时候 但你假如不弄清楚 你会看看这个好迷信喔 都是鬼神啊 对不对 都是有的没有的啦 不是 真的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再留意一点 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 现在台湾已经没有了 野台戏有没有 野台戏啊 野台戏要开始演之前 是不是会敲锣打鼓 我们俄罗话叫什么 起古 有没有 开始啊 起古的时候你就知道 今天要演武藏还是演文藏 有没有 演武的打仗的 还是演靠雕啊有没有 文的就是文艺片嘛 抒情片的那一类的 你从他起古的那时候就知道了 告诉你喔 那个 戏台演法 就是从佛经的这一段来的 你不要以为喔 是有文艺妙音啊 何雅音啊 怎么没有 是我们 这个眼睛喔 被牛粪遮住了 所以你看不到 经典的语言啊 所表达的那种灿烂 多彩多姿的状态 有没有 这样看懂了喔 以后你打开任何经典 记得我讲的这一段话 你经典看起来 你就会啊 好美 因为那整个花园就跳出来了 你要不然就这样 哎呦 哎呦 这么长 这什么意思啊 搞不懂啊 国经真难啊 都是牛鬼舌神啊 不是 他讲的就是这种状况 我是简单的这样跟各位谈 这个要详细讲喔 都可以一个一个跟你讲 包括在座的各位是对 对号入座可以对到里面去 你是哪一朵花 都可以对进去